等一下那个树 好 对 直 哎 直漂亮 右边稍微短一点点 左边呢 稍微长一点点 自行首先要扁 左右要挨紧一点点 他叫程兴颜 是一名80后青年书法家 在他的世界里 与墨为伴 与笔为优 就是最大的快乐 这个粿 这个甘蔗好想 再种一点 再种一些 这帮窄窄的天地 就是程兴颜的书法工作室 多年以来 他就是在这里 跃遍名家手记 写出了一幅又一幅 充满张力的作品 而当我们仔细观察 会发现在这个房间里 除了那些字画之外 还藏着另外一门 与书法相通的艺术 这些朱虹的印章 也是程兴颜 多年来自己钻研的捷径 在他看来 书法与传课 同出一脉 相辅相成 通过这一刀一痕 一笔一画 可以参透出 更多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奥秘 哦 这样看 行 可以啊 嗯 行行 OK 好 好 好 拜拜 好 光阳 四众电视台有个节目 请我们两个去参加 就是你那个地名听府的一个活动 请我们两个去搞转课 然后呢 现场表演 这个节目呢 是宣传四川省 很多千年的古线 不同的名字 我们去把它客战转课 然后也是传播文化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活动好好搞一下 然后把它做好 好不好 嗯 行不行 行 对 尽量一刀一刀一刀到尾 那个是个大三角形 好 下面一个 慢点 有杂质吗 没有 2022年8月26日 四川首档大型地名文化项目 地名天福 在四川广播电视台 举行了盛大的启动仪式 程兴眼带着龚海洋一起 用他们的书法和撰刻作品 在仪式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徒孙三代携手并进 他们用独属于自己的方式 让美好的中国传统文化 焕发了新的生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